那映竹是A嗎 手機沒有電 沒有訊號這件事情 就會對我的生命造成影響 因為我是手機在外面 我只要它低於40% 我就會整個 焦慮 非常的焦慮 所以然後我就會很怕它沒有電 所以呢 我個人出門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帶充電 行動的電率 而且你們看喔 我會帶這樣一大包 來 這一顆 第一顆 吃電王 對 第二顆 妳的手機要不然就換電子 第三顆 我有那個 第四顆 妳的電池是不是秀斗了 它會這麼需要充電 我是很需要手機 它隨時在有電跟有訊號的狀態 然後像是之前有一陣子就是 那時候很瘋 爬山 那我爬山 我那時候沒有爬過山 跟大家去爬山 有時候一進去山裡面 可能那種 我不知道原來就是這件事情 這麼恐怖 如果早就知道我就不會答應了 所以妳直到那時候 才知道這件事 對 然後我去山上的時候 我說 沒有訊號 然後就開始整個人 進入一個很焦慮的狀態 我覺得我已經 以外界就是慢慢的在失聯了 然後大家在爬山 大家就是也不在乎有沒有訊號 那大家可能就覺得 在享受大自然 然後我就一直拿著 我的手機這樣什麼 這樣隨時 這樣看那個聲音 等... 我說 有訊號 有訊號 然後我就在這個地方 停下來 大家在那邊吃東西的地方 然後就這個點 你還不能亂動 你一過來就沒了 就沒了 然後這樣... 三句一格... 我說大家一格... 這樣子一格 然後大家就想說也沒差 我就在那邊這樣一格 然後都回訊息 滑手機幹嘛 然後看IG什麼的 然後我就拖腿 大家都走了 大家說竹竹趕快跟上 我說等一下... 我就一直很珍惜 那個手機那個... 妳為什麼要出門 我就... 我就想說大概揪我 我不知道原來 妳要背的是基地台 對... 對... 而且妳竟然不曉得 深山裡面沒訊號 我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台灣 台灣這種地方 因為那時候蘋果手機 有一帶出來 不是說標榜防水嗎 水深三十米都沒問題嗎 那他潛水的愛好者 他就說哇 三十米 這簡直是為我們 愛好潛水的人所設計的 然後就帶來潛水 他不曉得水深三十米 也沒有訊號 可是我沒有訊號 沒有電 我是完全受不了 因為我是重度使用 這手機看影片的人 對 所以一旦 在看影片的時候 是非常耗電的 什麼影片 YouTube的影片 一些棒球比賽啊 加減看啦 男生大家就不要講假話了 你也在那個群組嘛 對不對 對... 加減看啦 對... 像竹竹是40%你就不行了 對 我70%我就受不了 70% 因為... 其實光你這樣子看喔 他會非常耗電 那你是不是也要帶五個充電器 對 這邊不然等一下兩顆 兩顆拿去啊 然後我就是沒有帶到 那個行動電器 我其實出門應該也是會 背個兩三顆那種 但我那次那一包也沒帶 朋友 身邊的朋友 借一下借一下 也沒有 然後我想說完了 因為我是三星的 有Apple的 Apple的線 跟三星的又不一樣 我就想說完蛋了 那我先去找 看看有沒有線好了 完了 在這樣子的找尋的過程中 變到50%了 我真的受不了 好焦慮... 我真的受不了 我跟朋友說 抱歉... 真的 好可怕喔 不是...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高鐵票 也是用手機買 對... 所以你要逼那個手機 你要逼進去 我發生過 剩下一% 我也是 剩下一%喔 然後你看人在衰的時候 就有辦法 就想說 不會吧... 然後那個照料 在那五年的時候 逼停了 所以旁邊那個高鐵夫人 你都笑出來了 那你就不能拿到便 還以為你在騙人 對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你看喔 要逼進去 在車上無聊 還是要看影片嘛 所以那個會越撩越多 所以你在50%的時候 我就索性回台北 好險到台北的時候 差不多剩二十幾% 因為我是拍YouTube影片 所以我到外面有時候 會拿手機拍嘛 然後那時候拍拍拍 然後就是像他剛剛說的 我的手機是到10%了 然後這時候呢 前男友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剛好可能就是跟我聊天 聊得不開心 然後我們就討論到 差點要分手 然後最後呢 我就想說 iPhone到1% 他還可以撐很久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再跟他爭論一下 然後我要跟他解釋說 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最後呢 直接關機 然後我嚇到 重點是現代人不會去 背人家的電話號碼吧 沒有 而且關機最恨的是 最後一句話不是妳講的 是他講的 對 他可能就說 我要跟妳分手 就直接關機 然後妳沒有說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最後我就好不容易 工作完到家 可能11點多 我要打給他 他就不接了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分手了 OK了 可是我連解釋的機會 都沒有 因為這有可能會覺得說 好啊 妳生氣氣到掛我電話 對 沒得解釋 OK 那必須 手機真的沒電的話 就如同斷了手腳筋 路也不會走 然後也不會寄電話 而且我現在是 連喝水 其實我都是手機體行我 然後其實我覺得 自己困擾就算 有時候是怕麻煩別人 因為有一次我跟閨蜜 一起去韓國玩 結果起之我們兩個玩得太累了 手機忘了重疊 就沒有電了 然後我們倒頭就睡了 結果我們兩個另外一半 完全找不到我們 然後我先生氣到 所有的Facebook IG所有的朋友 都聯絡過 最後逼著他在他的社群 就是PO說 所有人就這樣子 怎麼了 怎麼了 不是在韓國嗎 結果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然後後來早上起來 才發現說 哇 我的訊息一直跳出來 你怎麼了 還好嗎 R.I.P 就 R.I.P 就是有一種說R.I.P之類的 所以就覺得真的是 那次真的被我老公罵慘了 如果出國 掉手機 那是完蛋的 真的 前陣子那個知名媒體人 去日本旅遊 人都已經上了電車以後 才發現手機糟糕了 一是他在上一站的時候 把他裝進那個袋子裡面 他人在日本 手機不見了 他後續的住宿啦 溫泉 全部那個 然後也沒有人可以找得到他 因為在垃圾桶裡面 怎麼辦 他就緊急跟列車長講 那日本人辦事也很有效率 也很有人情味嘛 然後就緊急通知 上一個站 然後好消息傳來 那個清潔阿姨確實有撿到 把他放到食物招女孩那邊去了 好驚訝喔 今天真的要大大讚美 我們的製作單位 我今天的手機 失敗了 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 我在找手機 整個休息室找不到 然後人家幫忙打 休息室也沒有任何聲響 對 因為不可能 我又沒有帶手機 出那個休息室 誰把我的手機拿了 然後給我 放在那個攝影棚 對 我就不知道 所以這中間有幾個邏輯 你知道嗎 我開始懷疑我的 我什麼失智 還在往後面 剛好因為 因為那個前一集 我們又在聊粗老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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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真的 然後還好那個製作單位 就是大家有撿到手機 就擺著 然後他們就看到 才找回來 那一刻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我又有點緊張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女兒的電話 我也背不起來 我兒子會背不起來 我媽的電話我也背不起來 沒錯 所有的聯絡的話是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電話花九個 我好不容易把我秘書的背起來 都已經花了兩年 真的 那這個事情很可怕 是你完全沒有那個 印象 你印象是你有把手機 放在棚內的這個動作 不可能啊 對啊 你幹嘛要做這個行為 沒有道理啊 那是誰給我拿了 有時候不一定是 你是 不意識去做這個動作 對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事情 發展下去 下次你就會發生 把手機丟進洗衣機裡面 或冰箱 或冰箱 因為冰箱真的有很多東西 你哥來看一下到底 KL大部分的答案是什麼 哪種狀況會讓你一秒恐慌 聽聽KL怎麼說 這題答案我選A 像我們工作是非常需要 大量用到手機的人 真的很怕沒有電或是沒有訊號 所以像有時候我們坐高鐵 或是例如像KTV 或是到一個環境裡面 只要那個空間不太有訊號 我就全程沒有辦法坐下來 我就一定要站在窗戶旁邊 或是站在沙發上 把手拿到最高這樣 我一定要找到我可以最接近訊號的地方 不然沒有訊號沒有電 我真的會極度恐慌 我覺得這一題肯定要選A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大陸吃 不管去哪裡 都要靠導航 有一次呢就從台北要回桃園的家 每天開的路 可是因為手機沒電 結果 就開去了機場和飛機 所以如果手機沒電 或者是沒訊號的話呢 我覺得 我會超級恐慌 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了A 手機沒電沒訊號 得票比例66% 你覺得正常嗎 好的 所以有未讀訊息還算小事 大家比較恐慌的是 手機沒電沒訊號 選B的不正常 請噴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